好的,我們建立完穿越之後,就是建立完這個路徑的動畫之後 可是其實你會看到,因為我現在人在這裡往這裡看 基本上什麼都看不到啦 所以我們原則上一建立完,第一件事要編輯 那編輯當然是要先選到你的這個相機的框 相機的視角框,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路徑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編輯呢? 當我選擇這個傳閱的相機之後呢 那這裡,在我們的修改這裡就會有一個叫做編輯傳閱 我就可以點下它 點下它之後,我就可以開始去編輯它了 那第一件事情叫作用的相機 也就是說你現在編輯的是相機 那相機的編輯方式 相機的重點就是相機點跟目標點這兩個 所以作用的相機你可以做的事情也是相機點跟目標點 那相機點原則上它已經被鎖定在這條線上 所以你現在是不能改 你可以改的事情是在這條線上移動 我先按取消一下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在這條線上移動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基本上你現在不能改變它的位置 所以我先移到最前面 移到最前面 就是第一格的部分 好,那第一格的部分 我先移到這裡來之後 這裡你可以看 因為其實我不是要看房子 但是我看的時候都看這裡 所以我可以修改目標點 所以我去看房子 來,這裡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房子 好,那我可以繼續再移到第二格 好,移到第二格 那移到這個第二格 剛剛我移的方式是用拖曳移的方式 那其實還有一個方式更快 因為我們剛剛建立的時候 是不是點了四個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這邊也會有 一、二、三、四 總共會有四個點可以讓你選就對了 那這四個點 就是所謂的keyframe keyframe keyframe 在relipped裡面叫關鍵畫面 好,那一般我們在動畫年底 都翻譯為關鍵影格 那大陸翻譯為關鍵真 它的relipped叫關鍵畫面 那沒關係 反正就是關鍵影格的意思 好,那這個怎麼看 你看一下這邊 你可以按這個前一個畫面 它就會跳得到 按到前一個關鍵畫面 就跳到前一個關鍵影格 好,然後跳到前一個 跳到前一個 或者是往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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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可以 好,這都可以進行跳躍 你就可以直接往前往後 就對了 那再來這個 我順便講一下這個 這個往前一格 那就是只是往前一個影格而已 那這個影格我們等一下再來提 我們先來修正這個畫面一下 因為我都要看這個房子 那我到第二格的時候 我是不是還是沒有看它 所以我要繼續拖曳一下 拖曳一下目標點 來我看一下我的這個房子 看一下我想看房子的什麼地方 那我就跟他講第三個關鍵影格 好,相機點基本上不用動 所以我可能就是 修改我的目標點 看我想看什麼地方 然後呢再到第四格 然後去修正一下 看我想看什麼地方 這樣子 這樣子基本上 我這整個動畫就可以修正完畢 整個動畫 對不起,我一直按到 整個動畫就可以修正完畢 那你可以跳到最前面去 那你如果想看的話 假設我在這個視窗裡面 按Play 按這個播放 那它就會在這個視窗裡面進行播放 那如果說你已經 我按取消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在這個3D視圖 按播放 它就會在這個3D視圖裡面播放 不過你在這條路徑裡面走的一個 樣子給你看 讓你看得到你將來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好,這就是我想要的一個路徑 所以第一個修正的方法 我剛剛有提到了 就是我們用作用的相機 然後修改目標點 因為相機點基本上不能改 第二個是如果你要改的是路徑 你不是要改的是剛剛相機點跟目標點 那我就要切到路徑 切到路徑的話 這個每一個點 你就可以進行修正了 好,你可以說我今天想出來一點 進去一點 好,這個隨便你 那可是你如果這樣調的話 是不是 我們那個 那個相機點是不是要改了 對不起,我的目標點要改 因為不然我現在播動的話 是不是就不會看得到我的房子了 好,所以你也可以跟它講說 好,到這邊的話 我換作用的相機 然後 然後我就可以 看我也想看什麼地方 那我的第一格 第一格我也可以進行修正 然後第二格 第三格 然後第四格 第四格我可能再修正一下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的動畫又不太一樣 好,我回到最前面來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有 退一點再進來 再往右邊走 所以現在的感覺會變成這樣子 我往後退一點 然後再拉進來看一下局部 然後再往外面推過去 這樣子 好 那再來 第三種修正 其實如果剛剛你有看到的話 呃 我們可能在 這附近 在差不多在這附近的時候 這附近的時候是不是都歪掉了 我並沒有特別看到房子 所以如果你想增加點或減少點 因為如果沒有keyframe 你就不能夠修改 好,所以假設我今天想增加點 我想增加關鍵影格 我跟他講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 我再多一個好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到這個關鍵影格 我就可以跟他講說 我今天要修改相機 我今天要修改相機成這個樣子 看了我的房子 所以我在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我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 這邊應該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對,這樣子是不是就好多了 對不對 好 那你當然你想多增加一點點 那都沒有問題的啦 你可以自己說 好,我今天 不小心按到了 我重新再編輯它一下 編輯穿越 好 好 我在最前面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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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選擇相機 假設我修整一下 好,那當然啦 我想再加 也可以加 你高興加多少就加多少 那如果後面你覺得太多了 那你當然是可以移除啦 你可以跟他講 我這個點不要 我這個點不要 我只想加一個點 好 那我 我回到 關鍵影格裡面去 然後 來我來看一下 是不是都有看到 像我這邊就要再修正一下 我必須都要看得到房子 再開 好,OK 這樣子 我就修正完了 所以 我按推出 按空白地方就可以推出 所以我像我現在的關鍵 呃,我的動畫的部分 啊,對不起 我讓它回到第一格 好了 來,我編輯穿越 然後也這樣 我回到第一個 我就會得到一個這樣子的動畫 從最左邊 然後開始往外退 然後再靠近一點 然後最後看得到右邊 這樣的一個動畫 對吧,好 所以 我們的修正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 呃,有作用相機 作用相機 就是修改相機的目標點 路徑就是修改路徑 然後你要加Keyframe 或減少Keyframe 好 這就剛剛提到 還有這個 前一個Keyframe 後一個Keyframe 前一個frame 後一個frame 跟播放這個動畫 好,那來 各位先試一下 你去修改一下這條 呃,穿越的路徑 好,然後讓它都看得到房子 好,來,試一下